做个小富婆浮浅了是吧 拔特 生日快乐 吃吧 不好意思小富婆 拔特跟你同乐 拔特再跟你祝福你生日快乐 并没别的意思 不是你吃不吃 来 吃吧就给你拿过来 人家过程的站着 我给拔车箱子 拔车 我找这个 不要拔车 咱们一拔车 来 在这边 来 咱们给拔车箱子 来拔车 这他们成为特略 来 我给你解释 咱们也要是做点小富婆 做拔特尔神尔赛热 别动 先别动 先别动 做拔特尔神尔赛热 快吃 快吃 你吃鱼狗狗这么过神 生快乐 吃的好香 好香 把特尔 把特尔你吃的香不香 好香 吃不好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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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快乐 给大家看看 满山边也在 知道这是什么吗 哇 这些材料 咱们要多拔点 这大自然推赠吧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东西只有在 涂太阳之前 如果涂了太阳 瞬间就没有了 你不知道这叫什么 这好多 但是很小 它已经出太阳了 刚才我不知道 没出太阳之前 它这很大的 现在有点小 但是还是很多 来咱们猜一下 我去给大家猜一下 这块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看看下面 就是我们的赛林湖 美不美 刚刚南方的时候 我都问过 说我捡这些东西 做什么用 他们根本不懂 我给大家就说一下 我们北方城市 这种人叫地瓜皮 你下完以后 他说这个做什么用的 我跟他说 我说这吃的 可以炒鸡蛋 刚才这俩小伙伴们 满山遍野的都是牛粪 还有羊粪 这不脏吗 这怎么吃啊 他们都很惊讶的啊 其实每个民族 都每个民族习惯嘛 我是吃这个东西 二是吧 我们蒙古族 感觉着牛粪羊粪 比别的东西还要干净一些 是吧 拿着牛粪生活 所以马上不一样 但是北方不会吃一些 看看土拔鼠吧 或者山上各种老鼠呀 咱们不会吃 也许吧有些个地方呢 小伙伴们会吃这些东西 只是地域 地区的差异吧 是吧 跟满山遍野就是啊 咱们捡不了那么多了 再捡一会儿 出来太阳才就要赶河了 该是大西洋的时候 一滴累 帅里木湖 美不美 今天晚上 咱们把鸡瓜皮炒鸡蛋 主要这个东西放不住啊 采了这么多 太够了 吃的 然后吧 咱们把它泡上去 但是 这还太多太多了 只要太阳出来 它就变小了 行没 走 回去 今天晚上 大声的馈赠 地瓜皮炒鸡蛋 这个东西回来一定要洗一洗 多倒点水 因为它这个草木啊 会浮上来 剩下把草木贴出去 剩下地 就是地瓜皮 怎么样 哇 又来了大客 看看今天怎么做什么啊 这是鸡蛋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 今天剪了啊 它早上一晒就没了 这叫地瓜鸡 地瓜鸡炒鸡蛋 你看吧 先大自然的退震 嗯 好好洗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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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吃一遍 我对瓜皮炒鸡蛋 一般人没吃过 还好吃 就是春天的大自然的困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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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